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扎电脑这个人 北检是用毁损公务罪起诉 那关于这个前中轮所所长许书桓呢 还有这个徐左傅荣光 就是把这个影片呢 后来是删掉了这个是灭证罪这一部分 移送是用灭证罪 但是北检呢是还起诉 那关于副所长 中轮所的副所长严敏生呢 就是当下对于这些黑衣人到松安分局这样子扎电脑这些 胡乱作为这些事呢 这副所长严敏生呢是当下呢 没有移送 没有移送人犯 那还有这个其他的九名黑衣人呢 就在场九名黑衣人 是不是有妨碍公务问题呢 北检是全部不起诉 这是今天上午这个最新的一个松安分局之乱的一个 北检的侦查结果 那我们接下来要请教一下两位 两位都是非常资深的 不管是在警政或者是在司法界的 我先请教一下黄律师 对于今天北检的他这样的一个 贞结处分 您的看法如何 应该这样说是说 对于警察的重犯人犯这一段 我认为也有可能 他在不起诉处分之后 因为职权可能在意 在高检署会面临挑战 像高检在意 对 有可能会被面临挑战 为什么 因为 他里面有一个 其实我看了他的新闻稿 你觉得谁会去在意 没有 应该是说他的在意 他可能是因为职权不起诉 所以他是职权在意 所以他上去之后 有可能会被挑战的是说 他对于这个所长 或者是这个副所长 他当下说 你没有逮捕这个黑衣人 他里面的辩称是说 因为他无法立即判断 是否涉及刑事犯罪 请问有哪一个正常人看到 进去把警察局的电脑毁损完之后 说没有刑事犯罪 对 我们刚才画面其实看得很清楚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也不太能够接受的地方 就是说经验法则 这是一个很势力 很明确的东西 你不用说你是警察 你是一般人看到 去把公务毁损之后 你会说他没涉及刑事犯罪 所以你说不用重犯人犯罪去 重犯人犯罪 我先解释一下是说 如果警察他是有权逮捕的 他是职责上要去逮捕一个犯罪现行犯 如果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不去逮捕把人放走 他就重犯人犯罪 他在刑事责任上面 当然是相对较重了 但是在这里 北检说不起诉的理由 是因为这个副所长在现场 他说他没办法判断是什么刑事犯罪 当你看到电脑被捣毁之后 你说你无法判断 我认为这段违反经验法则非常严重 所以有可能不见得是最后的一个决定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他里面有一个像是理由矛盾的问题 是说你用重犯人犯罪 你说不起诉是因为他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刑事责任 但是你前面有一段是说灭证 灭证你想说为什么要灭证呢 因为这个涉及是现行犯没有移送 所以我要把这个影片删除 这不是矛盾吗 我要灭证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应该要移送 然后我没有移送呢 所以我把它删掉 所以灭证成立 灭证成立 但是我后面的重犯人犯是 我前面没有移送 那这个你应该是重犯人犯是 这个是 这是连串的 是连串的 所以在这里的北检的做法 其实我认为能不能符合社会上面 对于这个事件 中山分局被冲进去 然后捣毁他的公务 然后人再放走 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会被挑战的 北检那边会被挑战 那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说 因为检警一家是过去我们长期的知道 就是说检察官要办案 需要靠警察 检察官大部分都有自己一组的人马 对我们俗称检警一家 就是说他对于自己警察不会下重手 当然有时候情况下重手是上礼拜 中山分局有六个警官警员 就是说到副所长的层级 中山分局下面的 因为他们去收了八大行业的钱 然后逢年过节还加码 然后被上礼拜被北检提起公诉 用贪污制罪 那是很重的犯罪 然后这个部分 北检是没有手下留情的 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 北检手下留情是 他里面特别提到说 这个所长副所长 历年考基都加等 没有前科 没有素行不良 对他灭阵罪 对许淑凡跟傅荣光 我认为这个是两件事情是说 他够不扣成犯罪 跟后面的量刑 你可以帮他求情 但是在构成犯罪这一段 你不能说 因为他这个素行良好 所以就不构成犯罪 不是 是你如果说你知道 明知道 我说正常人看到公务被毁损 都知道这可以逮捕 那你跟我说 那个警察说 我在现场 我不知道这有涉及刑事犯罪 我不知道逮捕 所以不构成重犯能犯 这个部分我认为是难以说服社会的 那另外一段是说 刚刚主任特别提到说 检警一家 虽然他们长期这样的合作关系 但是他不是不能办 警察如果在里面出事 刚才从这个蟑螂之乱 讲到这个松山之乱 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说检察官在办案 遇到说 这个是警察涉案的时候 你要怎么 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侦查辅助机关 不是只有警察 宪兵也是 廉政署也是 调查局也是 所以过去 如果到警察涉案的时候 新北市过去有一个 很大的电玩大亨的案子 警察大规模的收费 当时检察官怎么做 警察这么大规模 我要去搜索这个警察局怎么办 他是直接叫宪兵队 调动宪兵队 去现场压制 说那我要进去搜索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侦查辅助机关 本来就是有弹性 不是只有说警察 我今天我完全就是受制于警察 检察官办案 他有很多法律上的工具 行事诉讼法 给他侦查辅助机关这么多 如果这个案子里面涉及到的 是警察有廉政相关的问题 最常见的是调查局 什么一下机动署 一下北市调查站 一起去破获说警察有关系 乃至于廉政署 他也可以有相关的办案 甚至到最后 如果说涉及到要强力压制的时候 连宪兵队都可以调动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案件里面 不要说因为检警一家 受制于他 然后在经验法则上 又解释不过去说 我这个捣毁公务之后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刑事犯罪 这样的讲法 如果检察官还偏财的话 我认为这不是只有伤害 警察的执法威信 连检察官的办案威信 都一代被伤害 对 其实今天我们看完这个 这个北檢的新闻稿 好 第一个感觉就是放水 第一个感觉 这因为我们画面智慧说话 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你能够说他没有中放人犯吗 实在是有一点难想象 那不管再请教一下 孝辰您的看法 我先来说明一下 那个刚刚前面那个律师 所讲的中央分局那个案子 就远景的就收受那个 就是殷召蛋 还有包括那个 就是那个酒店业者的这样子的钱 那是有人去跟调查局检局 所以调查局呢 就把这个案子往上检 北檢那边报 如果他想要遮的话 北檢也押不下了 因为这调查局的案子 这样 因为调查局对于这个所谓的那个 公务人员贪污这个部分上面的话 有他职权上面的行使 这样 对 那我再从来 再切到这个 就中央分局这个事情 我从头到我只想问北檢一个问题 你们好多都是所谓的这个国考过来的这样子的一个 那就经过这个训练的还有很多人办了很多案子 我想搞清楚一个问题 如果你发觉到你的当事人 他一直在说谎的时候 你都没有发觉他为什么要说谎 我讲第一个谎就是徐前这个人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帮大家回应一下 松南分局的我们的当时的前局长 还包括我们的那个那个说长都说 徐前这个当事人 他没有黑到背景 后来的时候 中央查出来就是四海邦的那个海银堂的 这个一个成员 他要么就是有前科 要么就是你们透过某种管道 知道他是属于四海邦海银堂的 对不对 为什么说这个谎 这个我比较好奇 这个说谎的东西就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 当时开了一个记者会 在中央分析前面 前分局长讲了一句话 说哎 当时因为那个停电了 所以我们的监视器画面没有了 对 他说没电 结果被打脸是有不断电系统 记不记得当时还拿出了一个单子 我跟他讲台电有这个 有一个人讲我们有停电 所以没有这个东西 他说没电就没录到影响 对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说谎 你根本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没有 你故意在说谎 我这样指引你 我认为是合理的 第三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碰撞这个电脑这个问题 对 一样的东西 就是他后来记不记得 大家还带了一些记者进去看 就拿了一个摩托 旁边还贴了几个胶布 在那边说只有经文的损毁 对不对 只有经文损毁 就后来之后 我们看了那个消失了 九十六百还原之后呢 发现到有没有 是他一直把它K下来的 把整个完全砸掉 他第二次是说什么 影片档案误删 被格式化读不到 对 我现在来 大家追究一下 北点用这个所谓的 毁损公务罪的话 指的是说他已经毁损了 所以我用公务罪的方式 毁损公务罪的方式 我来办他 按照你分局长讲法说 他只有消失了 这就代表可以修复 对不对 这两边兜不起来 你北点你要怎么样 简单官你要怎么去支援其说 你分局长要怎么支援其说 这第三个谎 第四个谎是什么东西呢 后来的时候就换成我们 陈家昌有没有 开始有没有粉末登场 一开始跟大家讲 我跟你讲 这个是不小心有没有 后来之后 因为我一名神武有没有 我先把他画面拿回去那个 那个房源了 我发觉到有没有 所长跟那个姓傅的这一个 巡佐 两个人有没有 不小心删除 就我们北点查出来 根本两个就故意的 对 两个就在那个前面 看急急急急急急 讲完之后开始有没有 所长就开始 钥匙打开来就开始把他锁 就弄完 我现在还问一个问题 这一出荒谬的大戏 是谁当导演 谁当编剧 你北点居然不去了解吗 你不觉得怪怪的吗 北点是说有灭证罪的构成事实 可是还起诉 认为他们是历年烤鸡甲等 所以可以还起诉 但同样的一个事实 如果我们放在一般人民的 一个行为上面 我们可以得到还起诉的处分吗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台北市警局跟送案分局 你就已经先射了箭 然后再画靶嘛 就是我们刚刚讲定调的方式 你就已经定完了 然后你用韩送的方式 我今天是检察官 我今天看到我今天韩送过来 都市警局告诉我 这个A是这个样子 B是这个样子 C是这个样子 结果我还就按照这方式 我这样子就是 你当事人有没有 我来约谈一下 你是不是A是不是这个样子 B是不是这样 C是不是这样子 你不觉得好像一样画葫芦 是 一样大家演场戏做完之后 结论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 这个玩意儿 你这个玩意儿你要告诉我们说 那请问一下 谁当编剧 谁当导演 那演员又是哪些人 那怎么演的 然后后来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交代清楚 然后另外的话就 我再反问一个 我们讲的另外一个问题 当初大家讲的黑影重重 就是说又有议员关缩 又有谁关缩这样子 结果发生了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没有关缩 那当初被点名的那些议员 大家在紧张什么鬼 你没有发现那个神社非常的 还一有所指说 我跟你讲 要我讲的话 讲完之后 会倒大煤 奇怪的 没有关缩 议员你在紧张什么 还有另外的话 手机交出来 我所知道的 这些局长分局长 至少都有两到三支手机 一支是自己家里面 跟亲友在联络 一种是公发的 另外一个就交给随户的 他交了几支出来 对 那我教程马上要请教你 这种事件发生 为什么警政署长 那个陈嘉欣 后来就要求 那个市警局局长 陈嘉昌交出手机 这种情况的话就很简单 就是你今天要自清 今天我说实话 我从这个我个人的判断 我陈嘉欣也不相信你陈嘉昌 没有被关缩 要不然他干嘛要这个样子 来做这个事情 要求我的下属 这是很 讲难听一点 很少警方颜面的一件事情 那你现在不成为北剑 你要用这种方式 然后告诉大家说 第一个没有关缩 因为大家把交点放在关缩上 你会发现他找了一大堆 琢磨的东西还没有关缩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 北剑发新闻稿特别有讲 就是说 这局长分局长都没有关缩 对你凭什么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但我跟你讲你有发现到 那么多奇怪的人 你下面一直在说谎的时候 你都会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说谎 说谎的动机是什么 我们要知道动机是什么 不可能是我 只是为了这个教官 我今天一个警察局的局长 总局长 我今天为了一个教官 我今天去说谎 我今天分局长 我为了一个教官去说谎 我今天所长为了一个教官去说谎 这个教官就觉得大胆 我们就中痛 你不觉得很诡异吗 是 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很扭曲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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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侦查的一个结果嘛 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 你要大家信 我觉得你要不要干脆北剑收关关起来算 好不好 我觉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真的对我们现在目前的检察官 我过去跑司法的 我对我们过去的北剑 你们号称天下第一地检署的办案能力 有没有跟他的一个所谓的果决的决心 一向向来有没有 从来没有怀疑过 我现在开始很怀疑 你们你们现在检察官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官很重要对不对 我当然知道重要嘛 上面有交代下面的话就你要做 要不要后一会可能生不了 左任检察官 生不了谁相约 没办法当检察长 但不要这样子搞好不好 稍微有点智慧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 关于这个陈嘉青交 要陈嘉昌交出手机 就警政署长要台北市警局局长交出手机 这件事背后的意义什么 我们看一下ET TODAY 云论有一篇文章 这是一个资深的一个社会记者所写的一篇文章 这里面这一篇文章的一个 点语率非常高 事实上也都带司法界和警戒来传越 这里面提到说 陈嘉青确实是很早就想要换掉陈嘉昌 只是陈嘉昌也不是省油的灯 擅长操作恐怖平衡 加上又有绿营金主撑腰 才能让陈嘉昌保住位置那么久 那找绿营金主撑腰 这几年来已经成为警戒内部 谋取好官位的不二法门 这实事认识已经不是什么升官条件 金主才是王道 这篇文章看的时候其实是蛮感慨的 那我要请教一下这个黄律师 就是这个您的看法如何 为什么这个陈嘉青要陈嘉昌交出手机 那按照这篇文章这个资深记者所写的 那个是陈嘉昌后面呢 有一个背后重要的金主在撑腰 那现在警戒升官呢 其实就看到你背后 有没有人在帮你撑腰啦 简单说就这样 您的看法 这一段其实写出来之后 我认为说让刚才讲到警察的执法 我以前在前面几波 包括褒蟑螂 包括冲进这个松山分局 到后面大家去 包括资深的这个社会记者 去写这样的一个脉络 其实也真的是会严重伤害人民 对于执法的这样 警察执法的一个形象 正常的民主法治国家 其实对于警察的执法 它是一个公权力象征 也就是说 它是最直接跟人民贴近的 我们在过去的历年的 中正大选民调 其实警察的这个人民信任度 是还高过于法官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 警察跟人民的生活是贴近的 但是当这个案件 陆陆续续爆发出来之后 到现阶段的这个 连职媒体都去讲说 他后面可能会有一些 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 他之所以会这个官位 然后你看到这个 台北市警察局长 在这个案子里面 还我认为是进退失据的 去开了一个奇怪的记者会 为自己撇清 他其实不是当事人 你开了一个为自己撇清 说这个破蟑螂跟他无关 然后不管检察官怎么办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荒谬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样的一个事件 已经陆陆续续发生 那我要做一个补充是说 我刚刚讲说 现在北检对于这个松山之乱 这个对于警察的部分 有这个不起诉的部分 不起诉跟还起诉 我大概再对了一下刑事诉状法 在这边他可能连职权在意的机会都没有了 为什么 因为职权在意是三年以上的徒刑 或者是比较重罪 我查了重犯人犯罪 他是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那就没办法 刑度是无法职权在意 所以换句话说 有可能是确定 那我会认为说 当然高检署在这边有一个督促的功能 对于地检署 这样的办案能够说服社会 另外一个还有监察院 监察院对于检察官在这里面 起诉诉跟不起诉诉里面的矛盾 乃至于他不符合经验法则 监察权有介入调查的空间 为什么 今天检警一家如果被社会诟病的时候 我刚才讲了 警察目前执法微信被社会很严重的一个 我认为是打击之后社会会不信任 检察官在这边 如果说我继续维护所谓的派出所的所长 我继续去替他们讲说 他们当时对于黑衣人冲进来打回电脑 说他不知道有没有涉及刑案 这样的讲法都被采信的时候 检察官的形象再次赔进去 所以他再次赔进去 怎么样挽回 我认为监察院的监察委员 在这里面不管是纠正或者相关的弹劾 都有他的正面意义说 台湾作为民主法治国家 对于不能依法论法的检察官或警察 都应该彻底追究他的责任 把历史的真相还给社会大众 告诉社会大众说 这些事情有落实责任的追究 以后不会再犯 如果没有落实责任的追究 没有具体的究责的行动 而他的究责或不足的时候 其实他会让社会感觉说 原来同样的事情 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 灭政如果是一般人去灭 会得到还起诉 一般人去中 就是一般人但没有资格重磅人犯 如果说其他的公务员 他重磅人犯 我举例子 张通龙的案子 他当时在基隆 基隆市长 张通龙是被判一年八个月 他当时是酒驾 人送进去警察局 他进去说 这个因为有议员打电话给我 我叫警察把人放走 张通龙判一年八个月 那这样的情况是说 你明知道酒驾人要抓 然后你叫他放走 那这个情况是我现在明知道打毁公家机关 警察的电脑是犯罪 我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要法办 所以我这个就不起诉 那这样张通龙案 跟张通龙案里面的警察被起诉 然后后来还判刑 这个是何等的荒谬 何等的不公平 从过去的案件来看 现在这个个案 北检如何对社会大众交代 所以我为什么说 如果就算没有办法用职权在意 高检署落实 这样把它重新再做一个监督的可能 监察院的监察委员 必须在这样的一个案件 公务机关 不管是检察官或警察 在里面有这样子 不能就法论法 不能依法行政的情况 就必须追究他的责任 把这个真相事实还给社会大众 是说这样的行为不对 回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